可以唱歌 让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 我最近很满春了 不错的 看样子咱们这次投票可以C位了 等结果吧 爱你 你的声音一定可以是C位的 丽莎 你带上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小卷 你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我是为了可以唱歌 但是 你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唱歌呀 我这样 怎么可能有人愿意听我唱歌呢 你要相信你自己 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 其实你很美的 不能用体型去判断一个人的价值 以后要为自己而唱 这声音怎么那么像我这样 穿的那个小天之一模一样 全都相当 丽莎她在干嘛 居然进路里拍视频火了 我去找她 你怎么来了 我在直播呢 我来找你说点事 不带点东西 怎么忽悠你啊 收下了继续帮我带唱 要不是看你声音好听 可以带唱帮我上C位 谁和你做闺蜜 你在干嘛 不小鹰吧 我就带着我们转黑 丽莎你给我等着 我为什么变成了小鹰 你就是网上那个歌手丽莎吧 我好喜欢你啊 对 我就是 雪姨 你看我每天收租生活这么护道 去你公司体验一下呗 你呀 这么富 到时候把我比下去 我不是没面子 那我当个小猪猪猪猫 OK 不能怒付啊 你好我叫小姐 多多指教 你好 哎呀 怎么没有鼠标垫 没关系 这样就好了 小姐你陪我去文件试哪一些文件吧 没问题 咦 锁上了 你等会儿我叫同事来看 你怎么进去的 我没办法知道这条鞋子都是我了 小卷我们去吃饭吧 我吃泡面就好了 这桌子怎么不稳的 这就好了 小卷你手机有消息 支付宝到账 十万元 到账 二十万元 到账 十万元 好玩吧 不能让雪姨没有面子 给她转一百万好了 支付宝到账 一百万元 好是雪姨有风 房东 这房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听风大厦只会解决问题 不会制造问题 但是自从我妈住在这里 她的香坡症越来越严重了 有洁癖的人搬到环境越好的地方 对整洁度要求越来越高 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 我妈她 小汤 还有没有衣服要洗 没了 那你把这两件换上 来 我等一下把你身上穿的一起拿去洗 可是我才跟穿上不久啊 哎呀 你看这都有灰尘了 你溜说啥了 快去换 快去换 这下刚好 够一块洗衣液的衣服了 你刚好进来这个水位了 阿姨 你这孩子有没有礼貌啊你 你看你的鞋子怎么放的 妈 阿姨她不是放了挺好的吗 你看 你看她放的 完整就没对齐 伯母也太夸张了吧 哎呀 我是不是没锁好门啊 锁好了 我刚才确认了一遍 那煤气店员那些关好了没有啊 应该也关好了 应该 哎呀 这应该怎么行呢 那我得回去检查检查 我得回去看一看 妈 你已经重复检查三四遍了 啊 哦 哦 走吧 走吧 来来 走吧 这 确实有点夸张啊 喂 小糖 妈妈 妈妈 你说 这俩的裙子哪一条好看呀 这个黄色的 黄色的搭你 我什么都听妈妈的 乖呀 乖宝宝 谁呀 你们家这个月房租还没有交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我怎么知道 房租都是她管的 她没有转你 就暂时没钱呗 没钱交房租 就可以买对化妆品 这是我买的 又不是我妈买的 小房租 你去找我妈就好了 一把年纪了还装什么可爱 房租还得靠长辈 你烦不烦你 你走 找我妈去 烦死了 这个妈宝女 我妈还说了 财里要三十万 外加一套房 这么多啊 你们家财钱款不是刚下来了吗 那可是我爸妈的养老情啊 你连我都远不起 还什么结婚呢 行吧 喂 妈 小林她答应了 晚了假了吧 老公 我要洗脚 老公 来喽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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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啥呢 我在和我妈汇报行程呢 哎 你都快三十岁的人 怎么什么吃喝拉撒都要给你妈汇报啊 嗯 嗯那是我妈又不是别人 现在我们也稳定下来了 嗯 是不是该要个孩子了 嗯 我先问一下我妈看我妈怎么说 咱们家存款为什么只有两万了 钱都借给我就得去投资了 你放心 我妈说了过两年会还的 什么都是你妈说的 你舅舅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我们拿什么来养孩子 你怎么能哄我 那是我亲舅舅 你现在就给我把钱要回来 要不然这个日子别过了 我不去 喂 多丢人呐 你不去是吧 行 离婚 你不能走 我妈说了 恩魂的女人不值钱 小姑娘 不得春金水 哎 你不能走 自尸其果 妈 我这是考虑考虑 你都听你了 什么呀 啊 你 可以了好玩呗 你开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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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啦 怎么啦 哎呀 怎么头发成这样了 你淡定点 你别动 我才能帮你剪 别动小正 别哭啊 别哭 王冬很会剪 你用尺子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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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再再剪一点 再剪一点 再剪一点 你用尺子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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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珊 又带你儿子出去散步啊 是呀 我可以抱抱他吗 不方便 他不舒服 好奇怪啊 从来没有看到他儿子的样子 你好 我是来施工保姆的 进来吧 会不会干活的 查信我们家宝贝了 对不起对不起 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儿子被你吓到一直哭个不停 你真是帮到吗 不可能啊 一个玻璃杯的声音 不会吓得哭那么久的 你不仅不能通过施工 还要赔钱 要不我去看看 看什么看 别再去骚扰我儿子 老婆 我们的娃儿平时哭得都很厉害 就让他试试吧 不哭不哭 我在 如果我家的儿子 没有你这么可爱就好了 阿珍 最近怎么这么晚回家 不用照顾儿子吗 我 我儿子送回老家了 我妈照顾 我最近在做兼职 嗯 辛苦了 不对 阿珍不是孤儿吗 天宝 妈妈回来了 阿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